有同学问什么叫念佛三昧 专业的说法 就是念佛达到一心不乱 这个境界 这样一说很多人就吓坏了 我什么时候能达到啊 换个说法 就是把念佛变成一种习惯 变成什么习惯 变成像呼吸一样的习惯 呼吸这个习惯还需要另外培养吗 不能另外培养 另外培养就没机会了 所以念佛水出入息 不断 你会忘记 你一旦把它变成习惯 你忘了 他都不会忘 就像晚上睡着了 你忘记呼吸了 呼吸他不会忘记你 他会自然而然这样运作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这个身体 生理机能的习惯 他这个习惯是自然而然的 跟心跳一样的 念佛就是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 这个习惯一旦养成 连习惯这回事也要忘掉 就像呼吸一样 呼吸还要养成习惯 你完了 说明呼吸暂时停止了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时候 往这一方面去训练 养成习惯 在念佛堂 就是训练这个习惯 人多 人少 你都不要在意 记住了 就是这句佛号 绵绵蜜蜜蜜 一直念下去 功德在哪里啊 功德不要问别人 功德就在自己这个习惯 有没有慢慢养成 一旦养成 自己心里就有树了 什么树啊 心里不害怕了 不担心了 我还担心啊 我还怕什么时候往生不了啊 那个念佛的习惯又忘记了 心里慢慢养成念佛的习惯 就是现在 在呼吸停止 都不会害怕 这不是跟大家假设 什么缘故呢 因为心 它甚至于 不受呼吸的影响了 这个时候 念佛人可以说 大事已办 那么其他的事情 还有什么 能够让他为难呢 各位 我们来学佛念佛 最重要的 无过于这一件事了 就是学的佛法 一定要会用 用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 用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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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